为一粒药全周期服务上海出台八方面37条举措 鼓励创新测源缩短上市周期 强化投融资支持 看懂上海关注新规如何给生物医药产业带来加速度 马杜罗胜选连任遭质疑 委内瑞拉宣布撤回驻七国外交人员 第三届任期尚未开启已成话题 证据动荡的委内瑞拉会出现下一个瓜伊多吗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 我是小雪 我是宇凡欢迎收看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审议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经济运行出现分化 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 这些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 我们既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 积极主动应对 又要保持战略定力 坚定发展信心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会议强调 下半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很重 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生化改革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生化创新驱动发展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 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 增强经营主体活力 稳定市场预期 增强社会信心 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持社会稳定 坚定不移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7月26号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 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深化创新驱动发展 深入挖掘内需潜力 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 增强经营主体活力 稳定市场预期 增强社会信心 增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持社会稳定 坚定不移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强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出席座谈会 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 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 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的 有关考虑 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 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理 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 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 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 志工党中央主席蒋作军 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伍维华 台盟中央主席苏辉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 五党派人士代表欧阳昌琼 先后发言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 全国工商联和五党派人士 提出三点希望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把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 二是持续巩固统一战线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合力战胜前进中的各种风险挑战 三是继续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献祭出力 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日美近日在东京举行外交安全2加2会议 并发表联合声明 指责中国外交政策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 日美操弄集团政治挑动阵营对抗的做法 严重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 损害他国的安全利益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以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日方树立客观理性的对话认知 停止在中国内政问题上搞政治操弄 停止在涉害问题上挑衅滋事 停止拉拢域外国家 在本地区制造分裂对抗 近日湖南资新遭遇特大暴雨 截至到昨天晚上9点 强降雨已经造成 周门私镇和八面山瑶族乡的4个村 4人死亡 3人失踪 地处山区的八面山乡和周门私镇 是这次受灾较重的地区 受山洪爆发 山体滑坡等影响 两地多处出现了道路桥梁垮塌 八门山乡一度交通通讯中断 经过多方力量持缘 今天早上八门山乡的移动通信已经恢复 通往该乡的重要通道 平田桥被摧毁之后 经过了武警官兵紧急作业 也已经搭建起了一条通道便桥 从今天早上开始 当地组织救援人员 对八面山乡的所有村张 开展了全覆盖搜救工作 同时救援直升机 仍在继续向受灾的村镇 投放食品药品等生活物资 进入看懂上海 生物医药是上海重点发展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 也是加快培育新制生产力的重要领域 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就透露了一个消息 上海已经出台支持生物医药产业 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共八方面37条举措 为一粒药提供全州七福 此次出台的 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围绕研发 临床 审评审批 应用推广 产业化落地 投融资 数据资源 国际化等关键环节 坚持全链条创新 全链条改革 全链条赋能 推出了八方面37条政策举措 其中 重点支持方向位居首位的 就是进一步鼓励创新测源 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行业 坚持源头创新 是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布节动力 意见提出 加大对创新药协研发的支持 鼓励企业开展原始创新 大力培育重磅产品 前瞻布局基因与细胞治疗等前沿赛道 支持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药物研发 提供更多智能化应用场景 把握生存式AI带来的科研范式的变革 加速生物医药领域 颠覆性技术的创新 瞄准基因编辑 MRNA 合成生物 再生医学等未来赛道 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 力增在新把点 新机制 新结构 新药物研发等领域取得突破 此外 放大临床资源优势 缩短产品研发和上市周期 加快创新产品应用推广 完善全药素支撑体系 和释放改革创新活力等 也在重点支持之列 这是时隔三年上海再次出台 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自2021年以来 上海已经有19款一类创新药 和25款三类创新医疗器械 获皮上市 在肿瘤 代谢 免疫 神经等领域 涌现出了一批 全球首颜新药 国际医疗 一流的医疗器械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产业能级也加快跃升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规模 从7617亿提升到9334亿 尤其在细胞和基因治疗 合成生物学 高端医疗影像等前沿新赛道 加快孕育发展新动能 同时上海积极推动 生物医药产业国际化发展与布局 包括张家高科在内 已经形成了1加5加X的空间布局 国际排名前20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企业 有90%在上海设立的总部 相关话题 我们今天在上海演播室 邀请到的是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促进中心的副主任 唐军 唐主任 以及临港生命栏湾的首席产业发展规划师 许霞 感谢二位 我们首先问一下唐主任 我们刚才说了 这是2021年以来 上海再次发布了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时隔三年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机的发布 而我们看今天的新的政策的话 格外强调了全链条 为什么 首先我觉得这个对整个生物医药行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发布的非常及时 第二呢就是它在2021年的基础上是一个升级版 对 就是更加完善 更加全面 更加具体的出台了系列的支持政策 那么之所以强调全链条 我们知道生物医药它从研发到临床到最终产品审批上市到最后入院应用 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周期 投入也非常巨大 那么每一个环节都牵扯到非常细致的专业技术 同时呢也有国家的一些审批环节 所以假如说是每个环节都能有一个非常细致的政策来支持 在全链条上面都要支持的话 那这个产业那就是发展起来非常迅速 或者可以缩短投入缩短上市时间 那么对我刚才谈到您刚才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政策 对于医药产业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 为什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机隔了三年才发布 因为我们2021年的一个政府发布的政策呢 它的时效性和期间呢是三年 就是到今年的六月份刚好结束 那么我们也是一个呢是我们需要迫切需要新的政策 来这个对这个就前一版的政策来进行一个升级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通过三年 我们整个行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特别是技术也是突飞猛进的 然后大环境呢也是变化的也是很厉害 那么企业呢也是面临了一些新的问题 新的难点那么我们在2021版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优化和完善 那就更加可以更加具有针对性 对更加解决企业当下的问题 我们问一下这个区域 我们看见这个从新的这个政策来看 它把这个创新测源放在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新的这个37条为什么重要性在哪里 对于上海来讲上海是中国在生物药产业发展 应该是最具备优势的地区之一 那么在我们目前我们生物药产业发展的 这个目前的这个态势上来看 我们强烈的我在一线的强烈感受 就是迫切的需要能够有新的政策 来支撑我们产业发展的权链条 包括我们从我们的研发临床 到我们的注册审批 到我们的应用 到我们的产业化 全链条的这个需求 各个点上都有相应的需求 并且呢 我们在我们的37条里面 都已经精准的把我们在一线 我们客户反馈出来的 企业反馈出来的这些重要的需求 都逐一做了体现 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这八个方向 还有我们37条都是很好的 把我们一线的需求 反馈到了我们的相关的 这些政策的指导当中 所以是一个及时雨 那么就像您说的 的确聚焦痛点读点 回应这个行业的需求 这也是新一轮的意见出台的一个初衷 在这当中以制度创新为 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加速 成为了重中之重 接下来我们要去张江高科技园区看一下 在那里落地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引发了怎样的连锁反应 今年上半年 上海获批三款一类创新药 剑指黑色素硫的 陀拉美蒂尼是其中之一 这款全球首个针对 NROS基因突变适应症的靶香药物 3月15日获批 5月20日出厂 目前已进入护惠宝 汇集全国80多名患者 2009年 这款新药的持有人 科州药物 落户张江 新药诞生一路走来 运用到生物学 药物化学 药物代谢等十几个门类学科 企业几乎每个阶段都要依靠合同外包 张江高度聚集的产业链 解决了企业的后顾之忧 各类各样的CRO 我们想外包的话 然后七四行车过去 或者大家就在我们的楼下星巴克 见个面一起喝咖啡 事就定了 研发上市的林门一角 则依靠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这项制度的破冰也是在张江 制度的核心 是让药品的生产许可和上市许可分离 药品研发企业 可通过委托第三方生产 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批文 大大加快了创新药上市速度 当我的药比较少的时候 我完全可以让符合条件的这种CDMO帮我们生产 那这样我们可以节省这个资源和精力 去用于更多的创新药的研发 制度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近年来张江药股创新药的研发 上市速度大大提速 四年以来诞生的超过20个一类创新药 到23年呢 我们的整个的张江科学神的生物药的产业规模 也超过了1300亿 好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 再到医院和药房 如何让病患更快地用到新药 好药 这次上海也提出了进一步缩短产品研发 和上市周期的新目标 最新出台的意见明确 通过建立临床预备对裂等创新举措 力争将临床启动时间压缩到25周以内 建立伦理审查一套材料 一次提交的机制 将总体流程压缩到3周以内 还要推动实施国家注册审批审评的改革试点 实现药品补充申请审评的实现 压缩到60个工作日 药物临床试验的申请 审评审批的实现压缩到30个工作日 此外为了进一步加快创新产品的应用推广 意见还提出要推动更多的新优药械入院入医保 确保上海医疗机构应配近配 加大创新产品医保的支付力度等等 我们继续请出两位 唐主任我们注意到 刚才新的意见 今天发布的新的意见 五次提到了压缩 针对临床的启动时间 伦理审查流程等工作 也给出了具体的时间 就是最长多少时间咱们要完成这个工作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考量 那么缩短产品研发和上市周期 对于整个医药企业来说 对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首先就是整个生物医药行业 对新药研发或者器械研发来说 从它的研发周期来说非常长 一个新药大概要十年的时间 投入也是非常大 数亿元人民币这样子 那你同时第二点就是说这个行业它也是一个高门槛 强监管的一个行业 那么行政审批也是非常多 监管的地方也是非常多 从我们的新药研发开始 刚才说了临床阶段 因为它是药嘛 对吧 然后药间的审批 然后再到我们最后入院 在生产过程我们还有环保 然后还有最后上市以后的用药 还要医保什么 这些全都需要审批和监管的 所以每个环节假如能缩短 哪怕你看起来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对一个药品的研发来说 它每个环节都省点时间的话 特别是行政审批的时间的话 那对它假如整个周期能缩短一年两年上市 那么投资也可以减少很多 然后这个创新药能更快的到达患者的 这个等于说是及时用药 有些患者就在等着新药在等着用 那么这些问题就给它解决了以后 对所有的方方面面 对企业来说患者来说 然后整个行业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和非常 就是及时的这样一个 对就是缩短整个创新的 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时间 我们听听这个区下的意见 从您的观察来看一线 那么企业在创新药的研发生产上 它需要怎样的这个政策扶持 从今天发布的这个37条来看 它有没有解决企业的需求 对今天的这个 其实我们这个一发布 我们相关的企业 跟我们都进行了很好的交流 从他们的反馈来看 我觉得他们是反馈出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朝朝强 朝朝时 朝朝有力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是特别期盼这样的政策出台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在很多读点问题上 给给予了很好的一个方案 我举两个例子 就是这个 在我们的37条政策里面 两次提到了CIO 并且我们还有一条提到了CMO 对 从我们CIO对于我们相应的这个 包括我们从前期的临床前的相应的 这些独立腰效腰带 我们的各大院校的整个的科研成果的转化 以及到我们的这个临床的CIO 以及到我们后端的CMO和CDMO 都给到了很好的支持 也给到了很好的整个的这个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连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我们的这个政策的出台 是非常懂一线的需求 并且给到了很好的支持 我想举第二个例子 就是分段生产 分段生产 其实因为我们也认真研究了 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比如说ADC 就是抗体偶联药物 它的整个的这个 从我们现在已经上市的四款的药物里面 它在国际上都是分段生产的 那么我们国家在 包括我们上海药监局 就在我们产业一线 手拉手的帮助我们的相关的ADC企业 在对我们的分段生产 去进行相应的这个实践 那么不断的积累数据 不断的积累我们的监管经验 使得我们的监管更加有效 使得我们的监管 更加能够契合到企业的 这个快速的高速的发展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有痛点有毒点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的政策恰恰解决了它 这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政策的适配性 和我们的这个 对我们的这个效率的这个支持 感谢我们稍后再来的消息 刚才两位都谈到了 这个新的政策还是很大程度上 解决了目前的生物创新产业上的一些企业的痛点和难点 刚才取辖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 招招实招招强招招有力量 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要聚焦的这个方面 也可以说是特别有力量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 那就是这次的意见当中是强化了 对于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融资的支持 那我们知道生物医药行业它具有高风险 高投入 长周期等等特征 对产业的资本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那结合这次新政的出台 上海对完善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体系进行了整体部署 一是培育中长期投资者和耐心资本 我们组建了生物医药产业母基金 还将设立未来产业基金 瞄准处于概念验证和中式阶段等早期优质项目 二是鼓励开展企业风险投资 支持龙头企业 单独或联合设立企业风险投资 加强创新项目腐化和产业内协同 三是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 试试多形式托关企业融资渠道 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 支持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 做强生物医药等关键核心领域 上海也早有布局 那今天发布的另外一份重磅意见 进一步推动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就提到要用好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 推进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本协同联动 重点支持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企业 新设未来产业基金 上海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总的规模是达到了1000亿元 自今年的三月底首次官宣以来 仅仅隔了四个月就正式宣告落定 那么就在四天前的启动仪式上 三大先导产业母基金的出资单位 与一批生态伙伴签署了合作意向 其中参与签约的上海医药等10家链主企业 均为上海三大先导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 在产业链上具有强大的带动能力 好我们继续跟两位来讨论 先要问到曲霞 刚才你也说到其实你在一线接触很多企业 对他们的很多感受 或者说对他们痛点读点特别了解 刚才特别强调了这个投融资的体系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这次这个议典当中 首当其冲就强调说 要培育中长期投资者和耐心资本 想要问到您的就是耐心资本从何而来 又该怎么来用好它 我们以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这个母基金作为一个例子 千亿级别的资金的活水 要精准的引向三大先导产业 该怎么来做呢 对其实在我们的若干意见里面 已经有很好的体现 耐心资本需要耐心的LP 那么并且呢 对于它这样一个长周期的一个资本的活水赋能的这个过程 要有一个耐心的期待 那么并且呢 对它整个的这个容错机制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若干的这个这个意见里面 已经有了相应的一个研究的路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资本呢 它其实是要需要去接力的 去接力的 那么我们现在一千亿的这样的一个资本的活水 怎么去用好它 从我在一线的相关的这些感知来讲 我认为首先我们这些这个这个母基金应该是去领选出我们的市场上的 不但你有精准的专业识别项目的能力的基金 你还要具备资本 从我们的整个产业赋能的角度 你要有能够有赋能和服务的能力 赋能和服务的能力 就是你投进去了 你对它的后期的投后赋能的能力 你对它整个这个企业的上下游链条的搭建和你和你整个的这个监管生态 你帮它要梳理出一个更利于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要带资入股 这个资不仅仅是资金而是资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非常好 就是精准的要把它引入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企业去 那就是还是需要一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化来运作的这些子基金 来把这个任务完成 所以我想我们已经有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包括从长周期 包括从我们的整个的容错机制 包括从我们的投后赋能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已经是走在成功的路上了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听到一句话说 大家签约的是生态伙伴 生态伙伴就是上下游 还有可能以前大家不怎么联络的 现在都要联络 主动联络起来 构成的是一个产业生态 我们说唯有源头活水来 有了资金的支持就是有了活水 但有了钱还不够 所以要跟唐主任我们再来聊一聊 那对生物医药产业的这个支持 不仅是体现在钱上 那么这次出台的这个意见也强调的是 完善全要素的支撑体系 这个全字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新药从研发到临床到最后的上市入院 它是一个经过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周期 各种要素也是非常多 那么所以对于企业来说 假如有一个全面的一个政策体系 来支撑它做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对企业来说 它的发展也好 研发也好 最后上市也好 是非常有利 对整个产业高质量发展 产业集聚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我举个例子 研发可能是需要很多钱 需要很多投入 我们也给研发给了 这个政策里面也给了很多补贴 这是钱的支持 但是我们更要在机制体制上面进行创新 比如说我们外资准入方面 对那个基因治疗和基因诊断 这个新的政策 我们也正在做研究 在国家发改委的这个指导项 我们也正在做研究 那么在细胞治疗 基因治疗这个领域 我们有很多特殊物品 需要出入境 是从海关出入境 那么我们也有新的这个政策 来支持这个它的出入境 所以在方方面面 都是对企业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也这次政策里面也考虑的非常周到 最后包括入院 我们也提到了医院里的应用 怎么来用 也做了一些具体的这个政策支持 好 非常感谢两位做客 我们的演播室 从大体量的资金活水的支持 再到小处着手 来考虑节省研发审批的天数 那这样的政策的支持 就像刚才我们的嘉宾所说的 它是一场及时雨 也希望未来相关的政策 能够加快落实落细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马杜罗胜选连任遭质疑 委内瑞拉宣布撤回驻七国外交人员 第三届任期尚未开启一层话题 政局动荡的委内瑞拉会出现 下一个乖一多吗 好 进入全球眼 当地时间29日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 正式宣布 现任总统马杜罗 赢得了28日举行的总统选举 当选新一届委内瑞拉总统 当天凌晨 该委员会已经根据80%选票的 计票结果宣布 执政的大爱国联盟候选人 获得51.2%的选票 获得胜利 反对派联盟 民主团结联盟的候选人 钢萨雷斯 获得44.2%的选票 排名第二 马杜罗2013年的4月 首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 2018年的5月赢得连任 当地时间昨天 再次赢得连任的马杜罗 在胜选的演讲当中表示 今后将会带领国家 走向和平 繁荣和民族团结 不过呢 与6年前的那次大选相同的是 宣布赢得选举的马杜罗 再一次遭受到了来自国内外 多方势力的质疑 在全国选举委员会 宣布马杜罗获胜后 反对派民主团结联盟 抗议选举结果 反对派领袖马查多称 多个独立出口民调 和快速计票结果明确显示 甘萨雷斯赢得了70%的选票 是压倒性胜利 数小时后 首都加拿加斯及其他城市 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甘萨雷斯的支持者 走上街头 对选举结果表示强烈不满 争议不仅来自国内 整个美洲范围 对于大选结果的态度 也是两极分化 古巴 洪都拉斯 波利维亚等国 立即宣布承认马杜罗获胜 并发去祝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声称 美国严重担心这一结果 没有反映选民的愿望和投票结果 阿根廷 巴拿马 乌拉圭等九国外长 也发表联合公报 呼吁允许所有候选人代表复合计票 以保证大选结果尊重人民意志 作为反制 委内瑞拉外交部29号宣布 将从阿根廷 智利 毕鲁 等七个拉美国家 召回外交人员 同时要求这些国家的外交人员 从委内瑞拉撤出 随后 相关国家陆续宣布 驱逐委内瑞拉外交人员 或撤回本国外交人员 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请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拉美研究所的执行所长孙延峰 孙先生 为什么马杜罗连着两届胜选都会伴随这么大的争议 其实就是因为马杜罗的这种政权 实际上对于委内瑞拉国内的右翼反对派来讲 触及了他们的这种利益 所以被他们一直视为他的政治敌人 从美国 尤其美西方角度来讲 马杜罗所代表的委内瑞拉的这种左翼 实际上是一直坚持反美和坚持外交独立 所以也被是美国视为控制西班球的眼中钉肉中刺 所以每次马杜罗这种当选 必然会换来向西方或者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 对此的巨大的反对声望 所以这个也毫无 也一点也不吃惊 好 稍后我们再继续解读 今时今日我们看到的眼前的场景 几乎就和六年前是同样的情形 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 马杜罗上一次连任之后 发生在了委内瑞拉的两个总统的闹剧 那么长期把马杜罗视为眼中钉的美国 会在委内瑞拉再制造一个瓜伊多吗 2018年5月 委内瑞拉举行总统选举 马杜罗成功连任 半尾反对派拒绝承认结果 美国扶植时任反对派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瓜伊多 在2019年1月为临时总统 随后美国和部分拉美国家 宣布承认瓜伊多的所谓总统地位 2019年4月 瓜伊多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 但未获成功 随着事件流逝 瓜伊多也逐渐失去 在委内瑞拉的政治影响力 成为一枚政治棄子 公开信息显示 现年74岁的反对派领导人 刚萨雷斯曾在美国求学 并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回国后 在委内瑞拉外交部门工作了几十年 担任过驻阿尔及利亚和阿根廷大使 在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 马查多因欺诈和腐败指控 被禁止参加本次大选后 刚萨雷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 赢得反对党联盟的信任 成为他们支持的候选人 西方舆论指出 刚萨雷斯的优势 在于符合民众求变的呼声 外交上 马多罗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施压 国内方面 马多罗面临的压力也不小 尽管委内瑞拉 有着全球最丰富的石油资源 但马多罗上台之后 在全球油价暴跌和美国制裁 不断加码的背景下 依赖石油的委内瑞拉经济 持续恶化 2018年第三季度 GDP同比下降了22.5% 通胀率高达1300倍 受国内经济的影响 自2011年以来 有大约700万委内瑞拉人 离开了家园 有些进入南美邻国 有些则非法入境美国 不过近几年 委内瑞拉的经济略有好转 预计今年的GDP增速 将达到8% 今年6月 委内瑞拉的通胀率 创下了3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我们继续请出孙先生 孙先生舆论普遍认为 拜登在剩余的任期之内 不太可能推出另外一个 瓜伊多来挑战马多罗 但是新总统上台之后 尤其是如果特朗普 再次当选的话 美国还会扶植新的人 去对抗马多罗吗 首先我们看到 美国利用代理人去推翻 或者颠覆敌对国家的 这种政权 这是美国向来的手法 但从委内瑞拉的这种案例来看 目前在委内瑞拉国内 还是找不到一个 有像当年像瓜伊多那样 有相对合法身份的 反对派头面人物 因为当年的瓜伊多 还毕竟是当时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这个议长或者主席 但目前委内瑞拉国内 反对派没有任何 一个这样一个合法的职位 所以这应该讲是给美国 这个制造或者新的瓜伊多 带来一点点困难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 都不会坐视马多罗政权 或者委内瑞拉左翼政权势力执政 所以他一定会采取各种新的 这种制裁封锁这种方案 包括不承认总统这个大选的结果 包括未来采取新一轮的 这种制裁措施 甚至是联合整个拉美 敌视委内瑞拉的国家 采取系列的外交活动 所以委内瑞拉的未来的与美国关系 还将会持续紧张 好 感谢孙先生从北京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我们再来关注巴黎奥运会的赛况 在刚刚结束的乒乓球混双决赛当中 中国组合王楚清 孙颖莎以4比2的总比分 战胜朝鲜组合 李正直 金秦英 夺得金牌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 在本季奥运会上取得的第6枚金牌 截至目前中国代表团 以6金5银2铜 在奥运奖牌榜上暂列第一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祝你晚安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